文人行自走炮美国总统特朗普,希望联欧抗中,但传统政治精英们希望联欧抗俄,经过一番激烈内斗,欧洲没拉拢到,中俄却抱在了一起, 据中国国防部8月20日消息,根据中俄双方的共识,解放军将派出多达3200人规模的部队,携带900多台各种轻重装备,以及30架固定一飞机与直升机,前往俄罗斯参加东方解2018战略演习。 建国以来,除了几次局部战争之外,解放军很少执行大规模的跨境军事行动,更因为奉行部结盟运动,在境外与外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,的情况并不多见,但随着近几年来,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变化,解放军越来越需要走出去。 这一次解放军派出足足一个旅规模的作战部队,参加俄罗斯东方解2018战略演习,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。 而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解放军参加的俄罗斯战略演习意义非同寻常,不同于以前以打击极端主义未背景的多国联合演习。 东方解2018战略演习的背景是大规模的高强度战争,是以正规战争中的战役极作战,而不是特重战争,或者治安战那样小打小闹,与外军进行这样的演习。 对于解放军而言可谓是史无前例,俄罗斯的战略演习是从苏联时代继承而来,主要分为东部、中央、西方三个系列演习,其演练的内容是在特定战略方向上,进行一场正规军之间的完整战役。 由一个完整战役计划合作战企图指导下的一系列演习组成,这是俄罗斯最高等级的演习之一,此前从未让外军参加过,解放军将会是第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战略演习。 莫过于1981年,举行的西方减81军事演习,这场演习让西方见识到了苏联红军纳钢铁洪流的恐怖,一核弹开路,近13万大军,上万辆坦克装甲车从俄罗斯,白俄罗斯,波罗的海,波兰,东德的广袤地区,演练了从柏林墙打到英吉利海峡的主兵种合成演练,几千人就能叫演习,不,这才是演习。 这一次解放军要参加的就是如此规模和级别的演习,据俄罗斯媒体报道,东方减2018战略演习规模空前,上一次东方战略演习是在2010年,当时俄军动用了两万军队,近三千辆坦克装甲车和火炮,近百架战机和包括彼得大帝号和动力巡洋舰在内的30艘战舰。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,东方减2018战略演习的重头戏,将是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高密度使用巡航导弹,解放军参加这样的演习,一方面是展示了中俄战略互信,深化中俄两军合作,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。 中国国防部表示,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,演习不针对第三方,中国当然不会针对具体的第三方,谁威胁我们,我们就针对谁。 但对于美国来说,解放军参加俄罗斯的战略演习,这表明两国两军关系已经到了相当紧密的地步,美国试图分化中俄,各个击破的小伎俩显然已经破产。 接下来要重新回到联合欧洲的道路上,想一想前不久,特朗普对欧洲说的话,做得是吧,普京刚刚在德国得到了隆重的礼遇和接待,只怕几年后,特朗普坐在空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内,回乡其内政外斗的岁月,也就感慨一句,正乃孤家寡人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